朋友们大家好 本期节目来说说茶马古道以及抗战公路 茶马古道主要是从汉区向藏区输送物资的商贸通道 经过林芝到达拉萨 包括三大通道 川藏道从成都穿越横断山区经林芝到拉萨 滇藏道从云南到拉萨 甘青藏道从关中经甘肃青海到拉萨 在历史上主要是川藏道滇藏道发挥主要作用 茶马古道的另一通道是从英属印度港口加尔科达北上 经过亚东到拉萨 这条商贸通道是近代形成的 藏区由此可以得到世界各地运送来的物资 亚东是为数不多的位于喜马拉雅山南坡的中国领土 茶马古道自宋时期开始靠马帮翻越横断山区的一道道大山 跨越横断山区的金沙江陆江蓝层江等大河 将生活物资输送到西藏 茶马古道在清民国时期非常繁荣 茶马古道是由于古代汉区对马的需求和西藏对茶的爱好 在11世纪北宋时期所形成的穿越横断山区的贸易线路 一直延续到1950年代修筑公路为止 在以油木叶为主的西藏高原地区 这里的人民以肉食为主 因为环境的制约 他们的饮食中缺乏蔬菜 因此他们需要从茶马古道运送来的茶叶来化解油腻 以利于身体的健康平衡 除茶叶马匹的交换外 由茶马古道运进藏区的还有瓷器丝绸等物品 内地对马匹的需求在18世纪开始降低后 运出高原的货物则以羊毛黄金白银药材为主 所有货品的运输都是依靠马帮在山区间穿梭往返 在古代沿途有很多乡镇都是因为招待马帮歇脚而形成 茶马古道遗址包括古道路遗址 驿站 商铺 牌坊 桥梁 码头 以及相关的会馆建筑 宗教建筑 旷野遗址 以及磨牙石刻 碑刻等 现代通路公路即318国道 称为川藏县 沿着古代的茶马古道 穿越横断山区 因此现在拉萨 亚东等地 基本上是来自四川的物资以及经营者 塞亚巴国道是在50年代修筑的 而早在民国时期就有将茶马古道变为现代化公路的计划 但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实现 当时抗战期间因为滇免公路压力大 并且如果日扣入侵英属缅甸 滇免公路将被彻底切断 因此国民政府蒋介石打算再修一条 经西藏到印度的公路 直接从英属印度运入物资 1942年2月蒋介石英 英属印度总督霍普邀请 访问印度 蒋的目的是 一 协调战区防务 保障原划物资供应和交通畅通 二 当时印度民间形成甘地尼赫鲁为首 要求印度独立的力量 与英属印度当局形成对峙 不利于对日斗争 蒋介石访印 一大任务是 调解双方的矛盾 使英国能把印度的人力物力财力充分调动 全力对付日本 第三 借此次访问 提高中国在亚洲事务中的话语权 提高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 蒋介石在新德里会议上提出了修建中印公路的建议 这条公路计划由印度到西康省 西康省包括全部横断山区 是内地进藏的要道 有重要的军事和战略意义 公路计划沿着茶马古道修筑 实际上1940年初 国民政府交通部就决定通过官商合办性质 组织成立 康藏托运公司 由交通部与当地商人共同出资 通过茶马商道从英属印度补给抗日所需物资 而蒋介石的提议 则是想通过现代化的汽车运输 大大加快运输速度 把茶马古道变为现代化的公路 计划中的公路自成都起 通过横断山区经西藏茶余通到英属印度 最终计划没有实现有两个原因 其一是英属印度当局并不愿意配合修筑这条公路 因为英国对西藏有野心 不愿意国民政府势力就此长驱植入西藏 其二是住房西康的西康省主席刘文辉 向蒋介石狮子大开口 从经费物资到枪械装备 他统统毒药 并借机提出扩大编制补充实力 对此蒋介石十分头痛 又加之第一次免战实力 国民政府无暇他顾 康印公路的计划不得不在随后的 1943年5月搁浅 当地运输补给 仍然是传统古老的驼运不计限 不过康印公路没有修成 另一条中印公路却修成了 1945年元月 中印公路胜利打通 这是一条自印度阿萨姆邦德利多 经缅甸至中国昆明的国际军用战略公路 曾命名为史蒂威公路 因为立主修路的人是美国将军史蒂威 并且没有经过西藏 因此英国无话可说 修筑这条公路的背景是 1942年5月日军占领阴数缅甸 滇缅公路被日军彻底阻断 因此美军开辟陀峰航线 自印度阿萨姆邦的利多起飞 穿越横断山区上空 向昆明和重庆运送物资 维持援华物资运输线 但陀峰航线气候恶劣 物资和人员损失严重 总计在1942年4月到1945年8月的 元华空运中 为中国空运各类战争物资 60余万吨 美国陆军航空队在陀峰航线上 共有超过500架飞机坠毁 有468个美国机组 和46个中国机组牺牲 共计牺牲超过1500人 因此地面运输还是需要恢复的 所以在1942年缅甸被日军占领后 中印公路很快开始修建 此时中美是共同抗战的盟邦 因此与抗战初期手工作业 修筑边缅公路的情形大不一样了 此时修筑中印公路资金充足 人手及机械冰枪马壮 到1945年1月完工后开始通车时 总共投入资金1亿5000万美金 相当于现在的50亿美元 由17000多名美国工程人员 以及35000当地民众参与修建 完工时超过1100名美国人员 和数量更多的当地劳工 在修筑过程中牺牲 参与修筑的人员包括 国军两个工兵团 美军两个工兵团 四个战斗工兵营 陆军航空队两个工程营 以及当地劳工 中印公路通车后回军广公路 其中中国境内为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战时运输管理局负责管理 1945年1月至1946年1月 一年时间先后有300余支车队 通过这条公路运入 十余万吨油料物资 为抗战的最后胜利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当年的中印公路 其中在中国境内的部分 近年来经过不断改造与维护 现在为320国道 经过昆明 到达云南瑞丽 中缅边境 解告口岸 好的朋友们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